炙烧过的乌鱼籽搭配香麻细面条 或是照烧口味的鸡肉卷 加上芝麻扑鼻的面条 千变万化的面条料理 这些五颜六色的面条 全是用新鲜蔬果制作 台南第二监狱推出的拌面拌手礼 游兽行人全程制作 从南瓜削皮后切块 熬煮纯天然的南瓜汁加入面粉里 做出细长条的南瓜面条 拌面人气受欢迎 每个月可以卖出将近5000公斤 不只有精美包装的面条礼盒 还有采用13种水果的果干 圆形水果干看得到 吃完正餐还有甜点雪Q饼 看好农历春节送礼商机 台南第二监狱 透过邮局平台开拓新通路 去调制 把整个面条也变得比较小 比较细 会变得比较容易 大概只要6分钟就可以出 比如香菇的话 今年是也没有涨价了 采买年货从元旦假期 人气逐渐升温 不少消费者先把干货买起来 元旦这年价就生意就非常好 比平常会多三成的客户 业者说今年采买年货 普遍维持和去年差不多的价格 像是干贝香菇腰果鱿鱼的价格 就没有太多的变动 只有品质比较高的干贝花菇 因为量少了一点 单价略为调涨 而乌鱼子今年产量看窍 品质也好 去年一斤3200元 降到280元 价格更清明 TVBS新闻顾小畅爱招贤 宋佩文台南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